相较于聂明爵的态度,金光瑶的柔软反而更让他心惊,他笑面虎的称号并非浪得虚名,谈笑间能让人不知不觉地陷入危机里。 果然他的下一句,就是令人万劫不复的深坑。 这太子可是皇上亲自寻回,难不成你连皇上都要质疑,仍旧是带着笑容的询问。 质疑太子身份是一回事,质疑皇上却是无可恕之罪了,温朝可不敢背。 不过温朝也不是头一回与金光瑶交涉了,他自信自己应该还能稳住阵脚。 金大人不须急着给下官扣帽子,下官再质疑也不会质疑皇上。 不过就是担心皇上遭小人蒙骗,才误认此人便是太子罢了。 皇上要恢复皇室正统,那也得找回之人是正统才行。 此人若无法自证与先皇之关系,又如何能证明自己是太子? 温朝打算来个死无对证,毕竟如今皇宫之内已无真正的皇室血脉。 蓝锡臣要证明自己是太子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没错,温大人所言极是,若是无法自证身份,这个太子,下官亦不能认同。 苏舍也开口附和。 面对温朝及苏舍的质疑,蓝锡臣不怒返校,要本君自证身份有何困难? 在场诸位若是曾辅佐过先帝,必然知晓所有皇族的手里皆有一条出世后及配置的抹额。 控制住梁柱落下造成的混乱之后,殿门的方向忽然传来惊呼。 这,这里有人死了? 聂明爵与江城正在确认蓝锡臣的安危以及梁柱落下的原因。 听见惊呼后,不约而同地抬起眼睛往外看去。 只见从殿中央延伸至殿外的地上,见上了大小不一的血迹。 血迹旁伴随着几个禁军还有大臣的尸体, 蓝锡臣只削看了一眼就动身前去查看。 太子殿下,聂明爵先反应过来,着急地跟在蓝锡臣后头。 在经过苏社身边时,不忘指挥进军。 你们几个,先把他给捆了。 江已经被吓傻在一旁的苏社拿下。 蓝锡臣锁到一具尸体便蹲下查看。 聂明爵见状,赶紧地又换来进军,看看有无人生还。 是,聂明爵走到蓝锡臣身边将他扶起,太子殿下,让他们来吧。 蓝锡臣面色不太好看,方才你可看清发生了何事。 他看了三具尸体,每一具都死于一刀毙命。 聂明爵摇摇头,方才的是全在电光火石之间,落下的梁柱,大殿上的尘埃。 要不是左将军及时,只怕末将也要与他们一道去了。 是啊,大哥,方才真的是吓死人了。 不过梁柱怎地无缘无故落下来啊? 聂怀桑从两人身后探出脑袋,又回头看了看房顶。 咦,那里本该是有个洞的吗? 蓝锡臣抬头,果然看见大殿上方被开了一个大洞, 那是被炸开的,江城从另一边走过来。 左将军,情况如何?蓝锡臣问。 回太子,末将方才上了屋顶查看,屋顶有被人攀爬过的痕迹,碎裂的砖瓦及粮柱的断面。 都有火星残留,研判应该是有人将屋顶炸开,利用混乱趁机将温潮救走的。 没想到温潮还留了这一手,不过他逃就逃背,方才那么混乱, 相信也没人会想得起去拦他,犯不着将逃跑路线上的人都杀了吧? 聂怀桑仍旧心有余悸,也庆幸自己不是挡在他逃跑路上的人。 他选择炸屋顶,很明显的就是要声东击西,掩盖他要逃跑的事实。 若只是将挡路的人推开或是使其受伤,那动静肯定会震惊太子及禁军。 那他就前功尽弃了,一刀毙命能够杜绝他被发现的危险。 江城分析道,这些人,何孤兰西尘十分痛心。 太子请振作,现在还不是缅怀他们的时候,要先逮住温潮以及救出皇上江城道。 温潮现在肯定是逃回他的老巢,也就是关押皇上的地方。 对了,说到这,左将军您怎么在这,您不是应该再去救皇上的路上吗? 聂怀桑又四处看了看,寻常另一个今日应该在殿上的人,蓝贵人呢? 江城没有回答,只是面色尴尬地看着蓝西尘。 蓝西尘心里已有了答案,忘机向你要兵了。 是,江城点了头。 昨日与你开的口。 江城惊讶蓝西尘如此了解蓝忘机,是。 蓝西尘摇摇头,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,当他看见静殿的是江城而不是蓝忘机的时候,心里便有了猜想。 魏无羡如今身在力部地牢,虽然身家性命尚在掌握之中,但在输赢尚未明确之前,所有万一都有可能,蓝忘机段, 不可能把魏无羡的安危交在别人手里,肯定会自己去营救的。 结果果然,忘机可出发了。 蓝西尘问,按照原定计划,末将进殿之时,他已在前往力部尚书府的路上。 对蓝忘机要去救人这件事,江城还是有些不太确定,敢问太子,蓝贵人他。 蓝西尘知道江城的担忧,随即露出一抹放心的微笑。 无妨,忘机的伸手不俗,应该可以把人顺利救出来。 此时也只能这样说了,因为也改变不了现况了。 灭元帅,此处交给禁军及怀丧,请你立刻整顿兵马。 连同左将军一起去吏部尚书府接应救人。 是,立不尚书府地牢,魏无羡正吃着藏色临走前塞给他的包子,幸好他亲娘有留食物给他,不然他可能真的要啃稻草了,因为打他睡醒至今,没有一个人来给他送水送饭。 整个吏部尚书府似乎都忘了他的存在似的,再怎么说我也是个皇帝吧。 有这么不招人待见的吗? 魏无羡摇摇头。 知道自己向来与温朝不对付,整个吏部不喜欢他也是无可厚非,但也不至于要活活饿死他吧。 不过今日外头,还真的一点声音都没有。 也不知道朝堂如今状况如何了,今日的早朝是成败的关键,对温朝事与他一同,不过他也不担心就是了,他利用温朝想不留一滴血来取得皇位的贪念,配上他藏在白血罐的证据,这一来一回,温朝成为众矢之地是板上钉钉的事。 算算时辰,接应的人应该已经来了,今日他的戏份也不清,等他从吏部尚书府被人营救出来,他便可以成为仁政,指证温朝谋朝篡位的事实,接着再让江城的兵搜查整个吏部尚书府,成功地搜出上回他埋藏在此的太阳旗,便能将一罪变成二罪,还先皇的事事一个清楚明白。 说这时那时快,魏无羡心思才刚走到这,外头就传来有人闷声倒地的声音。 魏无羡拍拍身上的稻草,起身迎接前来救他的人,左将军的速度果然,后面的话,在他看清来人面貌后自动消音。 蓝战,魏无羡赶紧地上前,激动地握住栏杆,你怎么来了,江城呢? 左将军在宫里,蓝望机面无表情地道,接着拿起箭,直接斩断了锁住牢门的铁链,以及牢门,速度之快,力气之大声,生气了,看着瞬间碎成木屑的牢门,魏无羡只有这个感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